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友谊说2 小二的重粉们我又来了 订阅小二 娱乐资讯一网打击 爆料时间到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谁吧 1. 斗罗大陆收官 肖战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零散随意 写在当下是对自己的总结 也是对未来的期待 他说 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 唯一不变的还是想要不断的成长 字列行间充满了真诚 唐三面对困境 迎男而上的特质一如肖战 而肖战在某些方面 也有着与唐三相似的经历 相信他对于这个角色 一定倾注了很多感情 现在完美收官 肖战也将奔向下一个旅程 就像他在笔记里写的 在每一次的工作中 找到自己的乐趣 然后全力以赴 以前是 现在是 未来也是 唐三在此处暂停 肖战将继续前行 二 郑爽拍片仇1.6亿 准备在韩国出道了 近日郑爽张衡借贷纠纷案 二审开庭了 张衡代理律师曝光 郑爽参加综艺的片仇为2500万 而且郑爽之前参演电视剧 竟然收到了1.6亿元的片仇 其实这都是媒体夸张的说法 即使是在献心力之前 郑爽一部剧也不可能 拿到这么高的片仇 而且剧组还有其他人呢 片仇都拿来请一个人 还怎么拍剧呢 不过娱乐圈赚钱 这是真的了 至少在我们普通人看来 他们拍一部戏拿到的钱 是普通人几辈子也挣不到的 不然为啥这么多人 往娱乐圈挤呢 即使是18线 挣的钱也比普通人多得多 另外有媒体传出 郑爽将要在韩国出道 这都没影的事 即使郑爽真的有过这方面想法 但他自己这边 还一堆烂摊子没处理干净呢 除了与张衡还有的掰扯 还有他之前主演但没上线的剧 片方正在考虑起诉他 希望能追回一点损失 三 浩一行什么时候能上 浩一行是腾讯备受瞩目的大剧 额场一直很重视的 现在陈飞宇和罗云熙已经在预热 目前的消息是正在赶后期 希望能赶上下个月上线 不然下半年各大古装剧 就得为线里去让道 而且浩一行投资很大 浮化到精美成品是有保障的 大家就等着期待吧 四 赵丽颖的资源怎么样 下部戏是什么 赵丽颖目前热度很高 是圈内少有的能抗拒的女演员之一 而且他与额掌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 会给推一些优质资源 他刚刚禁足了 理想照耀中国其中一部单元剧 这部剧是广电总局的重点献礼剧 而且拍摄很快的 剧本一直有在看 现在网传的剧本 他确实有的在看 但还没定下来 毕竟手里优质的项目很多 要选最合适的 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定的 粉丝就放心吧 五 近日姚安娜跳舞的话题 登顶了微博热搜榜 网友调侃向在做法 其实作为华为二公主的姚安娜 自宣布进军娱乐圈来 就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对于此次争议 姚安娜谦虚的回应 自己会努力进步的 还自我调侃的配上了 自己跳舞的表情包 早前姚安娜被传出 将要带资金组 筹备一部 适合自己的大女主古偶剧 还有找来顶流搭档 这并不意外 现在那与音乐市场并不景气 爱豆们都跑去拍摄电视剧了 其实圈内有很多人 都希望能够搭上姚安娜 毕竟小公主可是家大业大 背景强悍 搭上这条线 对自己的事业 也是很有帮助的 六景田张冰冰天到爆炸 是在一起了吗 自斯腾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高涨 斯腾情放这对CP 也是被观众聚焦到了现实 近日张冰冰与景田一起参加 优酷的扫楼活动 期间两人时不时的说着敲敲话 景田的手也一直挽着张冰冰的胳膊 现场的一挤移动和相视一笑 都透露着甜蜜 随后还在直播中 还原了斯腾中经典的暗唇纱 拍摄和照时两人也摆出了 互相抚摸对方脸的pose CP售后诚意满满 让大家猜测 是不是私下在一起了 其实两人现在私下都是单身 现在也是畏惧 营业更多一点 不过相处着互生好感 也是有可能的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的肯定是想更新视频的动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就在评论区积极与我们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